截至2022年10月 美国债务总规模已经突破31万亿美元 但是这个是政府债务 而中国大陆有200万亿却是居民债务 是实实在在老百姓借的钱 到今年中 美国普通家庭持有的股票和基金达到39万亿美元 房地产达到41万亿美元 合计80万亿美元 同样到今年中 中国的普通居民在银行的存款为10万亿元人民币 但与此同时 债务总额却达到200万亿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停滞 企业大量倒闭 18至60岁中有7.4亿就业人口 其中接近失业的灵活就业群体约2亿 中国大陆负债人数已经达到了7亿人 人均负债金额高达13.34万元 逾期率已经达到42% 若以每人平均月工资5000来算 一年6万的收入 不吃不喝也要两年多才能还完 目前 中国大陆除了两大群体 老人和孩子没有负债 剩下的国内人口 大部分是有负债的 目前 中国大陆主要债务人是中青年群体 由于生活需要等客观因素 这部分群体的负债种类很多 主要包括抵押贷款 汽车贷款和消费贷款 总的来说 50%的中国人口负债累累 而另外50%的人没有债务 尤其这三年来的疫情加速了信贷危机的爆发 许多人失业 降薪 无力还款 信用卡被降额 封卡的消息源源不断 无法还房贷导致房子被收回 各大银行纷纷开启了历史上最强的风险控制 然而 大部分人只看到银行加强了风险控制 却暴露了一个很大的现实 即中国很多普通人 现在几乎负债累累 中国正在公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 已经达到了570万 换句话说 就是每247个中国人里 就有一个老赖 失信被执行人 是指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 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或者违反消费令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等 被法院确定为失信而入失信 被执行人库的人员 俗称老赖 中国政府是如何打击失信人员呢 随着中国失信人员数量的增多 政府对于老赖的惩罚措施也不断升级 欠债不还的后果 远比你想象中的可能还要严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以下称失信被执行人 若干规定 第一条规定 被执行人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被法院确定为失信被执行人后有什么后果 一、名单入库 失信被执行人若干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 并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 也就是说 所有失信被执行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和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 被执行人失信行为的具体情形 执行依据的制作单位和文号 执行暗号、立案时间、执行法院等等都将入库 将在中国执行公开网公示 并可在该网查询相关信息 同时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其他方式予以公布 并可以采取新闻发布会 或者其他方式对本院及辖区法院实施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情况 定期向社会公布 二、予以信用惩戒 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 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 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 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 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向征信机构通报 并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三、高消费及有关消费限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 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 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 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 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仓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等等 四、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 201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 提出了全方面的限制 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包括 A、设立金融类公司限制 B、发行债权限制 C、合格投资者额度限制 D、股权激励限制 E、股票发行或挂牌转让限制 F、设立社会组织限制 G、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目限制等 另2016年1月20日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牵头 人民银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检察院等44家单位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 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共提出55项惩戒措施 对失信被执行人设立金融类机构 从事民商事行为 享受优惠政策 担任重要职务等方面 全面进行限制 5.其他限制 以政府支持或补贴限制 2.任职资格限制 A.担任国企高管限制 B.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限制 C.担任金融机构高管限制 D.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限制 E.招录、品为公务人员限制 F.入党或党员的特别限制等 3.准入资格限制 A.包括海关认证限制 B.从事药品、食品等行业限制 C.房地产、建筑企业资质限制 4.荣誉和受信限制 A.授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道德模范、慈善类奖项限制 B.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荣誉限制 C.受信限制 5.特殊市场交易限制 A.从事不动产交易、国有资产交易限制 B.使用国有邻地限制 C.使用草原限制 D.其他国有自然资源利用限制 以上第二 F.夫妻请自行详细阅读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核城界机制建设的一件 6.不能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7.限制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以及其他招标从业人员招投标活动 8.限制支付宝、芝麻信用等网络支付工具和受信 6.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规定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才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 以拒不执行判决 才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相信除了极少数人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做老赖 经济发展停滞 几十万家中小微企业倒闭 大量失业或灵活就业 再加上严厉的疫情风控 现在的中国普通人实在是太难了